一、中国第三艘国产航母为何突然加速建造,不声不响瞒过全世界,中国的国产航母,去年就已经下水,而海市也在计划进行之中,不过海市的具体实践尚未公布,而从航母工作人员还在紧锣密鼓的工作,就可以看出海市或许不远了。 002号的出现,标志着003号的也即将开始建设,中国的航母建设并不会在这个时候停止,毕竟两艘航母和美国的距离还相差甚远,而且美国的航母在核动力方面已经取得了完美成绩,而中国还未开始,所以中国的奔起直追,理所应当,而作为航母刚刚起步的国家, 如果航母仅仅是直步在这里,实在是让人觉得,中国的后续无力,所以中国在国产航母出现之后,并没有放弃对于航母的研究,而是进一步开始建造003号航母, 而是知情人士透露,这个003号最先行的航母上,应该会装备电磁弹射装置,而这个装置的存在,可以标志着我国在航母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加强。 二,央视报一重型武器试验成功率99%,被航母彻底危险了,潜艇吊装鱼雷,近日,据媒体报道,央视报光了解放军又一款重型武器, 这款武器的试验成功率已经达到了99%,完全可以交付海军使用了,这款大杀器就是中国的鱼石鱼雷,可不要小看了这枚小小的鱼雷, 仅凭一枚小小的鱼雷,就能做到一发入魂,如果打击美军的航母,两枚就能够继承航母,这下美军航母彻底危险了。 美国白宫的治中国掌握了这款大杀器,甚至其对本国航母的威胁程度,连忙请求中国不要出口这款武器。 在传统海战中,传统炮弹很难直接对敌舰造成致命伤害,因为传统炮弹只能在命中船只水线附近,才能造成船只大量进水,而导致沉没。 针对船只这一弱点,人们想出了使用一种具有动力的炮弹,直接从水中过去,攻击敌舰的水线位置。 于是乎,鱼雷就这么诞生了,但早期的鱼雷由于射程不高,速度慢,精度差不断被人诟病。 三,俄罗斯宣布放开一件令,拒绝在国内建造航母,中国获成最后赢家。 说到五十七,隐身战机,俄罗斯在军事科技领域,曾经算得上是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存在。 但由于美国及其盟友的介入,俄罗斯逐渐走起了下坡路,而在近日,俄罗斯就接连遭受打击,反而做出一个决定, 或令此前媒体的猜想成真,中国将成最大赢家。 在本世纪初期,俄罗斯在军事领域和美国并驾齐驱。 在航天、科技、军工制造领域,同美国不相上下,但由于经济上的限制,俄罗斯在发展上慢慢展现出了颓势。 由几军工制造领域上变得大不如前,俄罗斯次冷战时机开始,就拥有世界第二大军用运输机机群。 而近日,美国一媒体就发文表示,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位置,也在慢慢失去。 中国在不经历间就赶超了俄罗斯,一直以来中国都希望拥有一款,类似于C17的战略运输机。 经过中国多番努力后,由中国自主建造的运二世横空出世。 相反俄罗斯却由于经济等多重问题,不得不放弃其1276的计划计划。 此前俄罗斯计划复活世界第二大运输机安124,却遭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,令其不得不向中国求助。 不仅如此,美媒甚至声称,中国有可能向俄罗斯出口运二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